飞机的中部突然发生爆炸 然后直挺挺地坠落在地面上 不久后俄联邦官方发布了消息 确认飞机上10人全部死亡 包括普里哥人本人 还有瓦格纳的最初创始人 乌特金 其他也大都是瓦格纳的高层 可以说瓦格纳高层 这次是被一锅端了 2023年8月21日 瓦格纳老板人送外号 厨子的普里哥人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的他正身处撒哈拉大沙漠 全副武装 手持一支带着消音器的AK12步枪 并面向镜头发表了一番讲话 讲话内容大意是 他们为了让俄罗斯更强大 让非洲更自由 正在努力工作 从神情上来看 普里哥人信心满满 似乎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 但他不会想到 这条视频会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条视频 他的工作目标 也无法由他本人来实现了 两天后的8月23日下午 已经回到国内的普里哥人 搭乘一架八行工业生产的 ERJ-135客机 准备从莫斯科前往大板营 圣彼得堡 飞机飞出莫斯科州后不久 进入到特维尔州的空域 随后地面上的群众 目睹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飞机的中部突然发生爆炸 然后直挺挺地坠落在地面上 不久后 俄联邦官方发布了消息 确认飞机上10人全部死亡 包括普里哥人本人 还有瓦格纳的最初创始人 乌特金 其他也大都是瓦格纳的高层 可以说瓦格纳高层 这次是被一锅端了 此时立刻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美国媒体声称 飞机是被防空导弹击落 等我仔细看了 飞机坠毁在地面上的部分 比较完整 尤其是垂尾部分相当完整 如果是被防空导弹炸了 应该是完全碎片化的 因此不太可能是被防空导弹击落 再结合飞机中部发生爆炸这一迹象 更有可能是事先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 并在指定位置引爆 鉴于这架ERJ-135客机 是普里哥人本人的专级 守备会相当严密 要潜入飞机内部安装炸弹 没有内应是不可能 所以瓦格纳官方的电报群声称 普里哥人是死于叛徒 这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这个叛徒的背后究竟是谁呢 是谁想要干掉普里哥人 大体有三种可能 巴罕工业在事故后发布了声明说 由于遵守美国对普里哥人的制裁措施 从2019年后就没再对这架ERJ-135客机 进行过维护保养 几年不保养 也的确存在发生机械故障的可能性 只不过可能性维护其微 第二种可能性来自俄罗斯国内 首先是普京本人想让他死 兵变本来就是件很严重的事 自古兵变就没有回头路 普京在事发当时虽然放了普里哥人一马 但主要是出于大局考虑 彼时乌军正在大局反攻 前线俄军能不能顶住还不好说 要是再和瓦格纳开一局 恐怕是凶多其少 而且瓦格纳并不单纯是个雇佣兵组织 它在俄罗斯民间拥有相当的支持率 是黄俄的大本营之一 瓦格纳兵变进入罗斯托夫市区时 有许多市民上前合影 可见瓦格纳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当时强行镇压整个瓦格纳集团 搞不好会激起所有黄俄的兵变 权衡利弊之下 普京也只能放过了普里哥人 但这种放过的负面影响很大 连造反你都能放过 那你普京还有什么微信可言 万一其他野心家也存在侥幸心理 也来个兵变的反正也会被放过 在心地里普京是不可能容忍的 只是迫于6月份的刑事而已 而到了8月份刑事已经有所好转 乌军的反攻代价不小 进展却不大 这时不排除普京的心思会变得活络 找机会干掉普里哥人 否则微信何以树立 而且只除掉高层那几个人 不和整个瓦格纳开战 内战的风险就小多了 7月中旬时普京曾经公开表示 自己提名了安德烈特罗舍夫 担任瓦格纳的新老板 而特罗舍夫恰好不在此次坠机人员名单中 这很难说是不是巧合 不过比普京更有动机的是希拉维克集团 虽然普京理论上是这个集团的一员 但普京个人和这个集团 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希拉维克集团是由强力部门构成的利益群体 在俄罗斯社会属于中间派 他们既不想和西方闹得太僵 也不想让黄俄上台 因此走了一个中间的温和路线 但也正因为这一点 使得他们在乌克兰战场缩手缩脚 要不是战局所迫 他们还真打算靠合同兵打下去 连部分动员都不愿意 成为俄军进展不力的关键 而黄俄对此是很不满的 黄俄头子之一的斯特列克夫 早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就指出 以区区几万兵力 是不可能打败乌克兰的 必须总动员 随着战局的深入 总动员已经锐意成为了黄俄派的诉求 毕竟你要么不打要打就狠一点 这样又打又不打拖下去 根本不是办法 但希拉维克不想总动员 总动员意味着经济要进入战事模式 风险很大 并且总动员以后 大量黄俄进入部队 可能会让俄军不再受到希拉维克的控制 因此他们拒绝总动员 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 希拉维克为了压制黄俄派的影响力 5月份出台了收编瓦格纳的政策 结果直接导致普里哥人的兵变 有个细节是 普里哥人当时前脚刚造反 后脚就被俄联邦安全局指控 叛乱罪 要是这条罪名成立 普里哥人非死不可 虽然后来普京出于大局考虑 放过了普里哥人 但希拉维克集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 毕竟普里哥人造反的口号 就是清军策 直接点名了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长少一谷 既然普里哥人明着要杀这两人 那只要普里哥人一天还活着 格拉西莫夫和少一谷就很难睡得安稳 7月份时俄南部军区的58集团军司令 波波夫少将被格拉西莫夫勒令辞职 8月中旬 苏洛维金被撤销空天军司令职务 南部军区和苏洛维金 都被认为与瓦格纳关系密切 特别是瓦格纳兵变闯入罗斯托夫市时 负责该地区防务的南部军区 态度暧昧没有任何阻拦 他们接连被撤职 似乎也可以与普里哥人的死互相佐证 但无论是普京干的 还是希拉维克集团干的 都有一点无法解释 那就是动手的地点 飞机坠毁在俄国内 只要是个人 第一时间就会怀疑普京和希拉维克 要真是他们干的 也只能说太糙了 完全可以等普里哥人 在非洲出差时下手 非洲当地军阀武装多的是 瓦格纳在当地每年都会有损失 如果普里哥人被军阀打死了 那起码普京和希拉维克的嫌疑 会小得多 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可能性 本着谁受益最大 谁嫌疑就最大原则 会不会是美国或者乌克兰干的 并非没有 美国对俄的极限制裁 一直以来的目的是 逼迫俄内部生变 而普里哥人的兵变 让美国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虽然最终兵变 以一种离奇的方式终结 但也将俄罗斯社会的矛盾暴露无遗 那就是黄俄派和希拉维克的矛盾 如果再刻意点上几把火 俄罗斯内战是有可能的 而最合适的火 无疑是普里哥人和乌特金的死 作为黄俄派代表人物 他们的死会激起黄俄派的普遍不满 就算最终没有兵变 也可以令他们对希拉维克更不信任 一旦俄内部生变 那这场仗就不用打了 围绕这次空难 各方势必进行激烈的博弈 现在对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 虽然希拉维克不想让黄俄上位 但本身他们的统治离不开黄俄的配合 在俄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部军区 就是个黄俄聚集地 否则也不会和瓦格纳关系密切 要是因此击变了南部军区 或者南部军区尤其是58集团军 感到心寒而躺平 那问题可就大了 尽管其他几个军区也能用 但战斗力最强的还是南部军区 如果南部军区耍心眼 对战局将是十分不利的 对西方和乌克兰来说 这次坠机会大大鼓舞他们 本来持续两个月的 扎波罗热反攻进展并不顺利 西方媒体已经密集放风 报道乌克兰的负面消息 有北约官员甚至建议乌克兰 各让土地加入北约 可以看出西方已有停战之意 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 俄罗斯内部出了坠机这样的事 西方必定追加对乌克兰的投资 而对中国来说 这次坠机的影响是双向的 从正面角度说 俄罗斯内部的混乱 会令西方追加对乌克兰的投资 从而给俄罗斯造成更大的压力 最快今年年底 最晚明年年初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F16战机就要到货 而俄罗斯的内部状况不容乐观 尤其是游戟收入 上半年减少了47% 要长期和西方拼消耗比较艰难 可以预期 中亚方向俄罗斯被迫放开的口资会更大 不仅是中级乌铁路 其他和中亚的合作也可以进一步展开 从负面来说 俄罗斯内部的混乱对中国也是一种压力 虽然中俄实际上不是一个阵营的 我们一向保持中立 但架不住西方就是这么认为 如果俄罗斯继续乱下去 会令美国在东欧方向的压力减轻 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围堵中国 时间回到5月25日 普利哥人宣布瓦格纳正式从阿特穆斯克撤军 因为在这一天 以瓦格纳为主导的俄军 完全攻占了阿特穆斯克这个交通枢纽 创造了雇佣军击败正规军的罕见案例 此时的瓦格纳和普利哥人本人都风光无限 在俄国内成了英雄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 他就由英雄变成了叛徒 叛变开始的荒唐结束的也荒唐 又过了两个月 荒唐再次降临 只不过这次带走的是普利哥人本人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并不符合逻辑 甚至无法理解 理解不了就对了 因为这就是俄罗斯